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部长率领的卫生部代表团就实施在长龙县的胡志明市医药大学的第二校区建设项目进行了工作会议 经过多次工作会议 卫生部和同南省人委会同意实施由该机构培训的胡志明市医药大学第二校区建设项目 在龙城县新辖乡 因为胡志明市的培训设施非常狭窄 这次代表团表示 卫生部胡志明市医药大学希望在该省建设更多的医疗检查和治疗 月有500张传位的设施 审人委会主席高金勇要求胡志明市医药大学向审人委会提出政治要求文件 向审委常委报告 因为目前当地需要共立医疗检查和治疗设施 6月15日下午 同南省人委会副主席阮士黄主持一事 宣布该省身份证发放目标完成情况 为了正在截止日期前两个月完成身份证发放工作 同南省警方展开多次竞赛 组织了四次身份证发放高峰 截至5月20日同南省已完成向百分之百符合条件的公民发放的工作 同南省人委会副主席阮士黄要求省警方继续与各部门分支机构和群众组织协调 促进电子身份账户的安装和激活以及VNEID的申请 信息合同新厅于6月在信息合同新部的指导下 紧急实施并完成技术基础设施的升级 以确保省数据集成中心的安全 6月15日教育培训部赵盖就组织在国家指导委员会与省指导委员会之间的2023年高中毕业考试的工作会议 大会以线上方式在全国63个省市举行 会上教育培训部部长阮金商强调 全国高中毕业考试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认真周到 距离考试还有一周多的时间 部长要求地方指导各地方委员会 确保省指导委员会和国家指导委员会之间的一致性和顺畅性 部长建议各省市出台多项预案 以防出现异常天气 注意防护防暴 特别是在抄题和标注的地方 在同类省有超过33000名考生报名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 省教育培训厅安排了59个考点 动员了4000多名官员和教师管理考试 6月15日在莫斯科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布琴 与阿尔基利亚总统阿波杜勒·马吉德特布恩 举行会谈 以加强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次会议是在俄罗斯寻求转向非洲之际去行的 普京在会上说 阿尔基利亚是我们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伙伴 特布恩先生则阐述了他的国家面对西方压力的立场 他说今天各国可以施加压力 但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 会谈结束后 俄罗斯和阿尔基利亚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声明 声明说两国将加强在国防工业和技术领域的互动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伯雷利 在6月15日呼吁下周就克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危机进行会谈 高级代表伯雷利已邀请克索沃总理阿尔滨和地和塞尔维亚总统 亚历山大武器旗下周访问布鲁塞尔 最近几周这两个巴尔干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急剧加剧 引发了对两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暴力时间的担忧 克索沃总理6月5日表示 在塞尔维亚军队逮捕了三名克索沃警察 并要求立即释放他们之后 该国加强了对于塞尔维亚边境的控制 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已经结束 感谢各位关注 再ков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